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度威 度威是指非常极端的只喜欢组合中的一位成员 讨厌贬低其他成员的粉丝 在韩国饭圈称这些人是upgain 如果是喜欢这个团 但最喜欢的成员是穷古都 不是 但是有最喜欢的成员的话是叫本命 韩文叫缺 跟度威完全不一样 那么度威到底有什么特征呢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第一,总是觉得只有自己的本命 没有获得公司的资源 天汉Q又做这个又做那个 为什么只有我的本命没有 第二,认为团体挡住了自己本命的前途 我们家店应该可以更成功的 要赶紧退团才可以 第三,他们认为没有真正的团粉 都是伪装的 你是在装的吧 实际上大家还不是只关心自己的罪案 不要在那里假装团粉率 第四,认为自己的本命是 世界上最可怜的受害者 可怜的我家店 就是因为太善良 所以都拿不到资源 第五,黑粉酸民们写的贴文 也主张是其他成员们的 毒尾写的 你是店的粉丝吧 第六,认为自己不是毒尾 第七,本命引起争议 被网友们骂的话 就会带来其他成员小小的争议 反驳为什么只攻击我们 第八,看完前面这些内容后 会生气的人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毒尾的特征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真的一个字都没错 就是这样 每天都说所属公司不给他的本命资源 给其他成员资源 就说是公司推他们 自己的本命是因为实力好 所以才拿到 我家团有争议的那位成员的毒尾们 365天都在那样 我家团二号真的很严重 每天都骂说我的本命连累了他的本命 跟旁滩 Plai Pink 可怜在爱的 Aspot毒尾们的特征完全一样 真的有很多人觉得 组合挡住了他本命的牵托 甚至个人活动也没有说很成功 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 如果没有团体 一开始就是Solo出道的话 根本就不会有你的本命存在 我遇到的毒尾都承认他们是毒尾 然后会说 因为自己的本命没有收到资源 所以才会变成毒尾 他们互相安慰 互相加油 骂其他粉丝们 对于韩国网友们对毒尾的定义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10月将会有20组以上的IDOL们回归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男团Onenoff将在10月4日以第七章 迷你专辑回归 男团Epex也将在10月4日以兴趣Premita jacket回归 10月6日NCTELECIE将以正规第五章专辑回归 女团Naiv将在10月6日发表三首主打歌之一的Oput record 男团Just Be将在10月9日发表第四章迷你专辑 10月11日回归的IDOL们非常多 首先是XXX的小分队XX Evolution将在10月11日出道 新人男团82Major将在10月11日正式出道 前MX成员吉尼也将在10月11日发表出道曲 10月11日女团Lyce也将以第二章迷你专辑回归 10月11日爱豆乐队XX DINORI HEROZ也将以第四章迷你专辑回归 Mama Moshin将在10月12日以第一章正规专辑回归 女团Aiv将在10月13日发表第一章迷你专辑的主打歌Peddy Tumoro by Tuya的将在10月13日以正规第三章专辑回归 以大利同学出身的Chu将在10月18日发表首章个人专辑 男团Kinglob也将在10月18日发表迷你第七章专辑 10月23日男团Seventy将以迷你第十一章专辑回归 女团Billy将在10月27日以兴趣BYOB回归 但是目前暂停活动的成员Soo Hyun Soo 将不会参与这次的回归活动 接下来是还没有确定日期 但是会在10月回归的idleman Sanmi Hijin Weekly Weekly 55民 Ho Hijin 直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